台北市公館有23年歷史的展演空間 河岸流言是培育許多台灣音樂人的搖籃 將在明天走入歷史 創辦人林正如特別舉辦了回顧展 用照片重現過去每一段時期的精彩時刻 現場超過千張的珍貴照片 包括五月天主唱阿信 黃軒 還有阿妹等人的青色照片全都曝光 就是要看到可以流汗毛細孔的那一種 對我來講這邊有點像就是一個 台北的一個秘密空間這樣子 這間藏身在台北公館地下室 將近23年歷史的展演空間河岸流言 承載了許多樂手樂迷的回憶 如今將在7月31號垂席燈號 那我們常常講說不要走進 那個對勁的地下室 那是個錯誤的天堂 可是我們這個高尚23年的天堂 也是要面臨這一天要結束 老闆雨帶萬習 因為所在地都根不得已只好關門 河岸流言這些年來 也是不少音樂人成長的見證者 如今習登特別舉辦回顧展 要用照片喚醒過去的精彩時刻 01年的時候 他發布了一場演出 然後阿信是來做特別來賓 一頭金髮手拿麥克風 看起來動感十足 超青澀的模樣 你沒看錯 他就是現在的天團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河岸流言一路走來 見證不少歌手 從默默無名到現在大放一彩 還有這位當時才16歲的黃瑄 看起來有些靦腆 拿著吉他自彈自唱 特別是這滿頭的黑色秀法 跟現在的光頭造型差很大 23年來這邊提供無數歌手表演機會 像是盧廣仲 阿妹 吳克群 張璇等知名歌手 在尚未成名前都曾在這個小小的舞台上盡情揮灑 如今這邊將走入歷史帶美好回憶 依舊存在每個人的記憶裡 接著嘲笑 胡偉仁 台北報導